各位麥迷朋友好,又是我Kenny,雷文,跟大家讀完6月9日快活谷夜马的9场赛事 昨天第一节也说,昨天有赛事特色 有些投马在低班赢了,升班时可以凭着轻磅,勇态,对手可能有减分,或者跑得比较疲倦 而刚刚赢的马,可能还是承着勇态,当然也要选择一些马房,斗志鲜明一些的马房 昨天也有三只这些投马交出来的,包括有伟达的天火同仁 希斯马房的赤马洪峰,以及徐宇石马房的和气生财 这三只都是这样的,另外呢,那些马房出击的时候呢 另外那些就算是上场跑得好像入Q,或者近的那些马,依然都可以拼搏的 好像伟达的运利多可以補中,都有几个例子的,因为现在去到季尾了 可能有些马房也是三心两意出来减分,所以如果有些赢的马,斗志鲜明的 看看在渔夏的季尾,会不会都有这样的情况 即是现在未来又不能推断,只可以看往迹,看看会不会有这样的趋势 读菜后重点,都是看看找不找到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蔡明少有一件事,虽然Layman也选择了那种叫和气生财 但是咳到人,好像说都罚得挺严重的,先不要说这么多 希望各位未看片之前可以给手指公按一下赞,另外可以听长些支持一下这个节目 另外可以考虑一下加入小弟的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昨天,Layman事前Live会员版那些四连四重脚,有一场中三只,有三场中四重彩 希望各位可以赢一下马仔 昨天第一节已经说了五场赛事,说到第六场 田泰安,影真是够劲,但是马场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好像约伴轮廊开饭似的 莫里拉赢五场的时候,有些骑士又不知道去了哪 有一个又说扭了腰,又说卡里卡拉 到田鸡今天醒神的时候,接着就... 莫里拉好像又不见了人,好像不知道你上班,我就休息一下,好像... 是...的士交奸的意思 另外呢,还有呢,如果各位听回第一节 第一节呢,上深星赢马那场呢,潘顿,莫里拉,巴道,三只马 都有脱口的情况,是的,很奇怪的 真的有这么巧,飞机都撞紫妖,三只马同一场词说脱口 说到第六场,黄宝一出闸一对脚并举,出闸一搬 盈家辉约出,在好运宝宝、超成宝宝 即是两只宝宝之家一夹,相天至尊,整个孖宝 好运宝宝稍微向外跑,骑士已阻止 搞到超成宝宝内斜 赤马洪峰起步,向内跑,撞到快利堡 其后一段途程,快利堡又收慢 收慢避开好拍档着塞地 当时好拍档外邪 街大开心,一出来呢,就在御风超影,和小鸟奥场之间逼 当小鸟奥场向外邪跑,在外面出闸的街大开心切入 爪黄烈焰也是切入的,上次放头莫里拉赢五场那天呢 这只马是沿途走位一一一一一一 今天要用回他本身的跑法,又留下猴 升班,可能就这样给个解释 那只御风超影,这文都提过几次了 奇法古古怪怪的,今天如果不是这样的当 丁冠豪什么鬼马都想搏进来,尤其是冷碗 还有丁冠豪的马房,昨天要求了两只马 要求兽医检验,一只是头场 差点爆冷碗,不是差点,只是爆了入票的荣华王昌 那场马有三只马是脱口的 另外好像赢多多,和那只男装家好 好像徐宇石出击的时候,丁冠豪对这两三只马的表演 不太满意,配合出击可能失手了 所以要求检验,也不是经常听到丁冠豪要求兽医检验 大家看看那些马再出会有什么表现 虞峰超影大外档出门,撤入,跑到12米走外叠 虞峰超影沿途走外叠,然后1000米被虞峰超影上去 持续走外叠,没遮挡回来都输不完 这只马是什么时候看,他执回回档,现在懂得留 好运寶寶和好拍档,在600米紧迫 超成寶寶600米走势笨实 小鸟傲场,好运寶寶互相撞在直路头 去到300米,爪王烈焰向内移,避开小鸟傲场 赛后潘顿,就要为这只好拍档令人失望的时候提供解释一下 赤马洪峰赢马,赤马赢马 赤马洪峰,赤马洪峰,赢开换田鸟 好拍档,潘顿騎就要解释一下 他说,他在1200米被这只好拍档内移找遮挡 700米,当好运寶寶寶外移到座騎里面的时候 他就要队这只好拍档 他说座騎受他的队 但是尽管在直路湾时,让潘顿不断挡这只好拍档 但是不能够加速 今天那只叫做弓顶就问一问 现在这只好拍档就说挡下去又加不到速 在赛事较后阶段就已经在这里退 潘顿死不断气又说 他说知道座騎今晚首次尝试跑这个路程 但是鉴于座騎末段没得冲 他觉得座騎今次首次真情是不能够应付这个图程 攻顶他就说要缩短的 这一只就说而不太过长的 受于立即检查 这一场的报处叫做正常 赤马鸿峰也是一只叫做星班 憑着个轻磅 勇太 就是那类型的马 就是刚才我开头说的那类人 再跑 就算是黄宝也是一只上次赢马 不过他就完班 再入Q 快利宝上次和爆数差点串位置Q 那条位置Q真是殷酷 今天也跑回来 想跟大家说 今天随着什么马都铲进来 这一只赢家辉 如果不是一出集被人夹了下去 夹到最后呢 我觉得他有 pace 另外宇峰超影真的跑得很蝕 这几场都跑得好 其实爪王烈焰这一只 今天又称回去 又追上来 其实报处都不是 就是 他也是属于一只 你升了班 追得依然是这么好的马 其实他在这个班 遇到有利情勢 我觉得也是有些懒满的机会 今天收拾个九档 收到这么厚 现在都是输四个马位 说到第七场 第七场 罗虎传上次巴道那天大众开心 一出集就两头在那边看 看 完全都不积极 然后呢 又不知怎样 踢了一下 又退到内 差不多 然后回到内栏 塞在内栏 塞完 拔出来 追了一段仔 今天过来谷草 下雨 一出集 放在前面 然后做个万步速 万步速 1分17个多 三班 1分17个多 刚才那场四班 多少 1分16个2 1分16个2 这一场三班 1分17个1 即是差不多 慢了九线 可能是下雨 给他一个积极 是不是 如果不是下雨 雷文就在这里说 有万步速 赢马 既然万步速赢马 上次那只家英精彩一出集 很快 为什么又没有撑到他呢 另外那些 有些放头 放在前面走的马 又好像没怎么走得很好 就是 全民街资 后来都是赌上去的 不是说一出来就快 富豪出集慢 起步没来 威俊区 就被扎星之光撞 当时扎星之光 又被扎西德纳撞 继而向内跑 接着 扎西德纳加速缓慢 突省就撤入 在500米威俊区 又在扎星光辉之后 困境 扎星光辉 不是扎星之光 跑到300米威俊区 又在全民街资里面逼 当时全民街资 开始已经退出的时候 就内闪 佳英精彩直路上又内闪 扎星光辉 包美大败 小组难以接受 要受于检验 才再次出赛 再去车车 没有明显異常 赛后田泰安 赢了四场 通常拿了騎士王之后 成绩都差一点 就是定了局之后 田泰安的健康在望 就说坐騎全程 走势都不敢够劲 他说坐騎在中段速度 失去平衡 他说 健康在网 去到800米的时候 需要队健康在网 去保持住 那个位置 田鸡極極極 我都做了騎士王 他说坐騎转弯时 已经要队 直路上只是保持速度 受于立即檢查 没有明显異常 立即又受于 全民皆知 有很多血 家应精彩 今天 上次凭着 那个场地 田泰安 骑错了 常拼常拥 顶住 今天 又跑不回那些时间了 行文流水 跑回第三 扎西德勒 上次真的跑得不好 今天 亏了个万步速形勢 得个紧颈四 至于王浩南的特省 特省 我特意看看 王浩南 有一次跑泥地 骑不骑得碰 这个特省 真的骑得碰 差点 就会爆 扎西德勒的四重彩 说到这一场 这一场 都要很细心地看看 我们赛明兆 都要剪刀那只 曼士勒 但是很多马迷 就觉得 上次那只喜气绵绵 为什么莫雷拉 撞到梁家俊 梁家俊 梁家俊 是苏保罗的徒弟 是吧 其女英福星 头马就是苏保罗 师傅 那只马 撞到 徒弟 跑第四 有些朋友 又说 为什么梁家俊 人事关系就是这样 究竟内情是怎样 各位自己想 这一只和气身材 就是蔡明兆 咳到他师傅 高东尼 那只 慢事 为什么莫雷拉 是不是有特权的呢 经常阻止人 经常阻止人 又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搞到马场里 都没有规矩 你是这样做 人家又这样做 为什么你有特权 为什么你咳到人 不罚 然后别人就看到 你咳到人 也不罚 那我又去 有时候 不要说专专 不要说专专 拿位会冒险一点 对不对 你拿位 你都冒险 你既然冒险 都未必够 那我又是照拿 那就未必够 那看下你又不罚 我可能心态就博不罚 所以现在周俊乐 蔡明兆 莫雷拉 整天都有这些情况 莫雷拉出了名 都是打茅波那些 是吧 那马场的规矩 就是好像双白线停车 是吧 你停又行 人家停又不行 是吧 你停的时候 又不用罚 接着我看到你都停了 我就停一停 看下罚不罚 是吧 你又不罚 我又不罚 所以就搞到 双白线就好像老讽 停车 很简单 至于为何梁家俊 不告蘇宝罗 那些喜气绵绵 各位研究一下 和气身材赢马 赛明兆 付出很大的代价 又看看小组说什么 又如何以钱代罚 是吧 就是现在杀了人 不用坐牢 以钱代罚 是吧 就是不要说赛明兆 这一宗 我的意思是这个制度 是吧 就是 以付钱 就搞定了 一宗 应该要被人罚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这个制度 是不对的 是吧 你是出来跑马 罚了到人 各样东西就停赛了 什么叫以钱代罚 就是有钱就不用罚咯 是吧 王浩南那些没钱就罚咯 是吧 铁木儿起步向内邪跑 拉缩那些大把钱 就是给钱搞定 铁木儿起步向内跑 撞到曼士烈 曼士烈 向内邪撞到小太阳 南驱保 集内不安 一对脚并举 出闭就一搬 即是慢了 南驱保 队他就在前面 去到700米 就没有遮挡走外叠 赛后潘明辉说 他认为坐骑今天那么失望 就是他出闭那一下 这些文字都经常说 你看看那些日本马当日播的 入闭又快 出闭又没什么问题 香港那些 这些是漏杂 那些是吞吞 这些是跳跳 一出门的头 爱马剑 就恶高 木火同名那些 一出门就拉了下去 你看到不知多少次 这些不是有改善空间的吗 他说 坐骑因为出闭一般 就不能够像过往那样轻松放 其后没有遮挡走外叠 所以末段就没得充 秀医立即检查又没有明显 大红包切入 英知星早段队他加不到速 蔡明兆和气身材 就承认一个不小心的拆骑 在600米他就被这种和气身材 没有带来到万事厉 向内斜跑 搞到万事厉 不必要击逼 立鼻 小组说他考虑过这件事 你不考虑一下莫雷拉那些 你又不考虑一下其他大牌騎士那些 做事呢 蔡明兆这场被人罚应不应该 雷文说应该 是不是 但是以前代罚应不应该呢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不应该 第二 跟着呢 我觉得蔡明兆被人罚应该 那你说莫雷拉那些 打毛球应不应该 我现在记得的 不说数了那么多 银池整道罪财跑第四个单 喜气面面 然后搞到这一只 女英复星 就是这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是不是 就是蔡明兆要不要被人罚 我觉得罚应该 咳到人就罚咯 我碰到你的倒后镜 就给钱赔钱咯 是不是 就是要扣分就扣分咯 那没理由我碰到就要罚 他碰到就不用罚咯 接着你说碰到别人的倒后镜 本来要扣两分的 或者是犯了规要扣两分的 以钱代罚行不行不行 小组说他考虑过这件事了 以及蔡明兆 有一个押后庭赛处罚都未执行 认为适当的处罚 就是判罚蔡明兆早前庭赛处罚期满当日 刑满是7月8日 星期四开始停 停到7月15日 星期四才可以出赛 就是两个赛马日 7月8日到7月15日停两天 此外蔡明兆被罚20万 罚20万就没有以钱代罚了 不知道在哪里的报章 就有些马迷报告说以钱代罚了 这里就作出一个根证 没有以钱代罚的 不过就是罚牙皮 至于有些朋友 又说马会为什么去衡量一个 骑斯罚多少钱多少钱呢 我又不是很肯定 因为那些条例是他们说的 我记得就是好像这样 我听过一下 就是他又会以那个月 那个骑斯大致上的收入 去决定罚多少钱 就是每个骑斯不同的 他找多少就这样 除了多少条数 当他找多少 就是我不敢肯定 跑到300位 铁木儿遇到全城外面 望空困境 铁木儿250米 遇到全城外面 向外邪跑 撞到大红包 跑到150米 闪电精灵 靠着小太阳后提困境 当时小太阳转头外闪 潘顿就说 他认为这次第一劑 在跑马地上阵的小太阳 未能够应付这个赛道 即是谷草 他说小太阳大部分全城走来都不相信 在600米 被曼士勒超越了 在550米 在曼士勒失地的时候 靠着他后提困境 潘顿又说 今天潘顿问完又问 问完又问 他呢 其后呢 需要把这一只小太阳上去 今天坐骑 起初对他的吹策 是有反应的 好像太阳禁 溫暖 但是进入直路的时候 就要再把这一只小太阳 没断冲下去 潘顿说是一般 立即检查 原来又有很多血 小太阳 也曾经有过揣名症 现在都有了 过往都有这样的问题 今天这一场和气身材 也曾经有过勇派 升班 背轻磅 同场的南区 又突然间 就 就是 华人骑士 赢馬 华人骑士 那只出集又并举 那 还要是落飞 不要说落飞 是BIN 落飞 PACE 没什么落飞 11倍落到10倍 我记得的 明晋之星 跑第二 帖模仪跑第三 今晚被人咳到第四 同大家在雷文事前 Live 都有看到平常心 那货集 那货集 旁边的对手 全部和他一起跑 那些位置 是什么马呢 是千八的天使 千四不勾 大堕后的佳运来 还有几只长途马 那货集就显示 平常心 真的没有了速度 以那货集 推断 就是这样 那么 赛明啸 罚也皮 至于为什么有些人有特权 问一下我们奇人监察奇生 说到第九场 场场精彩 退出了 换了人和嘉盛 红运飞英一出集 又笨实 又失地 但是这只马 沿着来难 就靠他银回第四 如果不是 那只人和嘉盛 银回来 就无法银回来 这只马 现在 守着内难 都可以追上来 不过他又省了些位置 但是 已经用不到 他最杀食的跑法 均速大步 前领 走脱你 那些马 即是自己主宰部速 都顶到个第四 三身好运起步向内跑 撞到人和嘉盛 同落日起步急速外邪 搞到芙蓉莊 就在竞技勇士里面 擠逼失地 当时竞技勇士呢 都受到阻的 跟着向外跑 撞到那只叫幽游王 在外面出集的 芙蓉莊幽游王 找遮挡 星魂蓝雀 咳入收慢 撤入 竞技勇士组断队 加不倒速 马群撤入 在一千米 芙蓉莊 就在竞技勇士里面逼 竞技勇士呢 就在幽游王里面逼 当时幽游王呢 就在星魂蓝雀后面困境 跑到九百米 连连王呢 就在三身好运里面逼 当时三身好运 向内移入 避开好眼光 史卓峰 那麽文都说 有什么眼光 有什么眼光 蔡若翰 史卓峰那些 有什么眼光 那些骑士呢 那些好眼光 昨天在雷文事前 Live 都和前天 都和大家说 雷文一向都觉得 这只马羊 如果以他的赛绩 其实没有一场 真的好硬正 反而上场 就被那只 呂建威那只 标之眉来 押着他来跑 直到三百五十米 即是 捱到最后的几十米 以一个快步速 都没有什么 怎么断 就是输两个马位 我记得 所以我觉得他上次 上次的 就显示这只马 有少少进步 那么今天差点赢 因为后来也有些问题 而好眼光 都没有充分带来 所以就向内移入 小组就谴责史卓锋 史卓锋说我拼命 有什么眼光 有什么眼光 是吧 那只找莫雷拉 就搞不定了 不过他自己那只 丁冠豪那只 亦都是放快了 告诫他 要转换跑线 要充分带来 接近那只叫 什么 想赢 说赢就赢 去到七百五十米 幽柔王 就在同乐日后 看困境失平衡 接近四百五十米 人和嘉兴 就埃兰 失平衡 人和嘉兴 转直路湾走势 就笨实 向外邪跑 撞倒运利多 因而两只马都失平衡 跑到二百米 红运飞鸥 就在人和嘉兴 里面的扎位 当时人和嘉兴 将头转側 内闪 又要避开连连亡 去到一百五十米 史卓锋的马边 就被建杂騎斯 周俊锋 运利多的马边 就打到脱了手 有些朋友就问 為什麼 史卓锋 就没有抗议 周俊锋 其实打到马边 里面又不是看到 有很多抗议 这些情况 我不知道马会 什么准则 或者他们 骑士是什么准则 如果听错误报告 如果打到马边 做抗议 那就比较少了 如果有挨拆 或者有阻挡 可能就有很多鼓港 希望各位支持一下这个节目 看片之前 给一下手指公赞 加入小弟 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希望各位可以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些 季美的模式 去选择一下马仔 希望季美 各位都赢得多些 拜拜